天红科技罗姓副总日前开车违规左转撞上骑士 事后爆出警戒关说疑云 而且涉案层级还从分局长往上烧到刑事局副局长黄佳琪 而始终却不见肇事者的身影 让家属痛批肇事者只会躲在警察背后 而警方则发声明表示相关干部会提供通联记录 以请地检署调查 至于代发声明惹争议也澄清没有高层介入 天红科技罗姓副总开车违规撞上骑士 对方急救两天后宣告不治 案件后续爆发关说疑云 涉案层级还连日网上烧 让家属痛批难道有关系就没关系吗 会这么生气因为日前制作笔录录时 肇事者不只有新普分局长陪同 还扯出警戒高层 骑士局副局长黄家琪坦言 曾致电请新普分局长 宽慧罗姓副总 但绝无干涉案件调查 目前已自行处分 只是一条是命运落 收上警戒沟层 却不见救治者出面 让家属气愤难平 需要的是罗他自己出来面对 他应该负责责任 他不要躲在警察的背后 是经过警察机关 一封一封的声明 然后一封一封的关系 所有高层们 拜托你们去跟他说 督促他出来面对这个事情 事件发生一两个礼拜 受害家属首度露面痛斥 新竹陷警局则低调发声明 由局长以下相关干部 提供通联记录 以请地检署调查 另外警方代发 肇事者声明书 则是许副局长有人提供 并没有其他高层摄入 警政署也火速提宣处名单 刑事局副局长黄家琪 及新普分局长各寄过两次 一场车祸 扯出关说疑云 警戒纪律恐怕 备手质疑 这时先去报道